一只兔子跳跳跳 轻轮落过要到哪里找 两只兔子跳跳跳 只会傻笑学猫叫喵喵 会议室内 女同事正趴在地上整理文件 门外的男人看得是满脸痴迷 都说食髓之味 更何况现在还是春天 甜之不由地将自己带入旗内 呼吸急促地朝着盒子靠去 突然 一个大铁球出现 牢牢地将它拴在原地动弹不得 而这正是所谓的婚姻枷锁 没错 他已经结婚了 但不知是何远比 妻子已经三年没和他论过兵吗 为了解决需求 他联合好友长毛和黄毛 请来了兵法教授警服 来教导他们制造兵友的方法 传闻警服教授21岁结婚 22岁就有了人生中第一个兵友 同时拥有兵友的记录 更是高达11人 打过招呼 警服立马询问他们 为什么要找兵友 甜之率先回答 他还没和妻子以外的女性交往过 而且最近还拒绝和自己论兵 接着是长毛 因为他有去做大保健的爱好 但最近会所那边突然涨价 导致他的资金捉襟见证 所以就想要找个免费论兵的对象 最后的黄毛是三人中 唯一没有结婚的 因为高中时气女友被人抢走 之后两人还故意当着他的面亲热 这让黄毛深受打击 患上了孔女症 导致他30多了 还要靠看米饭的解说度人 现今还没真正体验过兵法大道 了解了大致情况后 警服立马制定了几项规则 首先四人之间 要坦诚相待不能有秘密 要相互帮忙全力支持彼此找兵友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禁止爱上兵友 也禁止被兵友爱上 因为兵友并不是喜欢的人 而是你机缘巧合碰到的方便的人 例如这样的 就这样兵友同盟正式成立 随后在警服的教导下 田智很快找到了第一个预备兵友 公司的女下属和子小姐 根据警服的说法 早上打招呼时 加上你名字的女性会比较在意你 这样的人会有23的成功率 接着就是模拟论兵时候的体验 在两人单独相处的场合下 一定要上去和她聊天促进感情 一旦实践并创造出良好氛围的话 成功率就会直线增加到32 可最终田智还是没能放下心中的步路 脚下的铁球仿佛在告诉她 不要冒险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吧 就这样 第一次增进感情的机会错过 晚上听了她的遭遇后 警服沉思几秒后问她 你吃过海胆吗 如果一辈子没有吃过海胆 或者一辈子都没出去旅行过 这样的人生岂不是太枯燥乏味吗 明明只要稍微冒一点险就能享受到的大人乐趣 为什么非要留下遗憾等老的时候懊悔呢 在警服的这番三观不正的毒鸡汤下 田智三人那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 此恩之众如同在造啊 就连一边的店铺老板都听得一愣一愣的 感觉自己这辈子简直是白火 隔天公司聚会上 酒过三巡 田智看到盒子摇摇晃晃地朝厕所走去 这不正好是两人模拟论兵的大好机会吗 这次她没有犹豫 在警服昨晚灌的鸡汤下 脚下的铁球就如虚射般被轻松震断 追上盒子后 田智当即按照警服的教导闲聊起来 不曾想进展格外的顺利 这还是她第一次和女生兴趣相投呢 看来盒子当真是个当兵友的好材料啊 事后 盒子还主动邀请田智送她回家 出租车内 田智上下打量起来盒子 当真是一个美女啊 不过 这也有点太大了吧 齐占地之光远超了她的想象 也不知自己到时候能不能顶得住啊 之后在警服的一路远程教导下 两人之间的感情可以说是飞速进展 到了楼下 盒子更是主动邀请她到家里坐坐 田智虽说面色如常可心理 却是高兴坏了 跟着盒子的步伐大步而去 脑中更是飞快地将所惠的兵法姿势排列下 恐怕一会论兵的时候露气 然而刚到门口一个镖形大汉突然出现 猙獰的脸在家上死死盯着自己的虎目 让田智当即就耸了下来 丢下盒子就独自跑走了 得知情况后 警服却表示这可能是一件好事 如果那个男人是盒子的前男友的话 你们达成兵友关系的成功率将会跳至85 大街上 漂亮的女同事突然主动挽住自己的胳膊 风鱼的触感顿时让田智浑身一击零 事情和警服推测的一样 昨晚那个光头正是盒子的前男友 今早刚到公司盒子就立马找到了田智 表示分手后光头还一直对他纠缠不清 所以就希望田智能假扮一下他的男友 从而让光头对他彻底死心 想想85%的成功率 田智头脑一热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可想要抱的美人归怎会那么容易 见到光头的刹那 一腔热血被瞬间扑灭 对方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就让他整个人紧张不已 身体更是不受控地跳了一段即兴舞蹈 最后盒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就生气地推开阻拦的光头率先离开 见盒子心意已决 光头也不好再说些什么 狠狠瞪了田智一眼后离开了 这时留在原地的田智 却发现了光头掉在地上的手机 因为害怕 他就没敢追上去 回去后几人在手机上 意外发现了光头和另一个女孩的合照 直一眼 月片无数的黄毛就认出了那个女孩 这特么不是自己店里小电影的女主角吗 为了印证猜测 他立马回影像店取来了蝶片 在警服这个老司机的反复观摩下 最终确定了是同一个人 真没想到 这个光头这么厉害啊 连最难搞定的女明星都能拿下 隔天到公司后田智闲来无视 就在电脑上搜起了那个女孩 正如迷失 何子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看到画面的他脸色瞬间就拉了下去 当即问田智今晚有没有空 到时他有一些私密的话想说 就这样下班后 何子就带着他来到了酒店 刚进房间他就慌忙地将外套脱掉 随后向田智讲起了自己的秘密 原来他就是电影领域主角的枕龙后 因为小时候对自己的样貌很自卑 经常怀疑光头男友是否真的爱他 毕业后来到东京 为了尽快赚到枕龙的钱无奈下海淘金 可当他枕龙后准备过上新生活时 光头也不知用什么办法找到了自己 不过现在有了田智你的帮助 事情也已经解决了 说着他缓不来到田智身边 长夜漫漫 咱俩还是做一些身心愉悦的事情吧 面对梦寐以求的东西 田智此时确提不上一丝兴趣 回想光头男对何子的痴心 他不忍心两人就这样结束 于是就将手机锁屏的事情说出 表示即使你当过小电影的女主角 改变了容貌抛弃了过去 他还是依旧那么的喜欢你 虽然自己对你最初的目的不纯 但经过这段时间的深入了解 那种龌龊的想法早已消失了 现在自己只想让你过得幸福 去和光头好好谈一谈吧 不要给自己留下一涵 田智的这番话让何子是大为触动 临走时 他深深地吻了一下田智 至此两人的故事算是结束了 晚上麻将馆内 田智将此事添油加醋地讲给了几人 这家伙给长黄毛感动的是一塌糊涂 然而此时景福却是冷笑一声说道 田智你是不是忘说一件很重要的事了 叶总会的女公关有多懂事 男人只是随意地指了一下远方 经验丰富的小湘瞬间就心领神会 立马挽住长黄网站场进发 刚到房间 性情洒脱的他就率先退去外衣 看着小湘那妹霍众生的姿态 长黄的脸上满是痴迷 男人骂 乐趣一直都是那么简单 而正当长黄准备排兵布阵之时 眼角突然扫到小湘腰窝上的纹身 瞬间叙事待发变成了垂头丧气 可结果却让小湘大失所望 累得都特么快散架了也没有一点收获 如此不加掩饰的嘲笑 让长毛顿绝浑身力气都被抽空 回到麻将馆的他目光浑浊颓废耳朵 见此 景福语重心肠地说道 有纹身的女人本就是非同寻常的强敌 就连是她 也只是做到了15战7胜8败的成绩 所以遇到这样的强敌也是没办法的 听后 颓废的长毛立马重新焕发了自信 当即决定着手另一个预备兵友 之前酒会上认识的穿上美慧小姐 为了确保这次万无一失 景福特意教导了一个新的套路 让她在去见目标之前 先把领带最大限度的带歪一点 一般情况下 大部分女性看到通常只会告诉她 但如果是想更进一步的话 那就会直接选择帮你整理好领带 根据景福的统计 这种情况大概有27的成功率 隔天 长毛选择了趁热打铁将美慧约在了一家餐厅 可看着交谈甚欢的两人 一边的景福却察觉出了不对劲 美慧好像是把长毛当作恋人来发展的 看似不经意的闲聊 却能把长毛的家境和收入套得清清楚楚 晚上通过询问 长毛这家伙果然是像其隐瞒了家事 因为害怕美慧得知真相离他而去 所以就想着确定关系了再说 可这种理念和景福却是背道而驰 见长毛死活不肯坦白 景福当即表示一切决定权都在你手里 只不过有一句话要说在前头 对此 长毛显得毫不在意 他觉得如今就算没有景福的帮助 自己也能轻松将目标拿下 隔天 他又将美慧给约了出来 为了能让自己尽快提上日程 这次他竟直接来到了一家兵器店门口 想要送美慧几件衬手的兵器 随后又用了对付小香的那招 将手指向了一边的情侣战场 狼子野心那是昭然若揭 这让美慧整个人瞬间就不好了 之前对长毛积攒的好感也顿时荡然无存 可长毛却依旧不死心 甚至在晚上搞起了尾随 没有办法 美慧只好将自己的秘密坦白 她是一个单亲母亲 和前夫离婚后 她现在视野儿子为中心生活着 而经过今天的表现 她也发觉了长毛是有家世的人 所以还是不要再扯上关系比较好 此事过后 悔恨的长毛泪流满面地向景福道歉 对此 景福依旧是毫不在意的语气说道 希望经过此事你们三个都能有些成长吧 直一眼 黄毛就被这个青春靓丽的女生迷住 不仅可爱 还跟她的兴趣爱好相符 都喜欢看那种比较重口味的小电影 而就在她对着丽莎的背影歪歪时 对方的男友突然出现 听着两人露骨的话语 黄毛内心那是极度不平衡 明明是个应该以学业为重的大学生 却偏偏喜欢和男人一起研究兵法 喜欢也就算了 男主角还特么不是自己 简直是太太太过分了 听后 景福却表示这都是小问题 有守门员的话进球才会更加刺激吗 之后景福通过收集情报 得知丽莎和男友刚刚交往三个月 虽说是恋爱中最如日中天的时期 但景福却显得格外自信 因为情报显示 丽莎的毕业志愿是当一名议员 隔天 景福先是自称经纪人找到丽莎 接着为了取信对方 又带着她来到事先安排好的电视剧拍摄现场 看到这里的人和景福都非常熟悉后 丽莎心中最后的一点疑虑也是消失不见了 到了这时 景福计划中的第一步就算是完成了 可当她说出第二步计划时 黄毛却是打死也不愿意接受 为了让丽莎和男友彻底分手 景福这家伙竟准备亲自出马拿下对方 而且还打算在论兵中途把她的男友叫过来 听到这里的黄毛是彻底崩溃了 大喊大叫的跑出了麻将棚 见此 田之丽莎脸色阴沉的质问景福 教授已明明知道黄毛高中时期 女友被人抢走 还故意当着她面欺热的事情 可为什么还要这样雪中送食呢 你这不是故意在接黄毛的伤疤吗 可这番话景福却显得毫不在意 表示她早就制定过规则 在铸造兵有关系的过程中爱情是不需要的 而且她向来都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见无法阻拦 第二天 三人就瞒着景福来到麻将馆商量对策 正在这时 田之突然接到景福打来的电话 表示她现在正和丽莎在酒吧喝酒 再过一会两人就准备动身去她家了 说完这些就挂断了电话 事到如今也顾不上太多 在黄毛的带头下 三人拼命地朝着丽莎家跑去 可似乎还是来晚了一步 看着俏脸威虹浑身都被汗水打湿的丽莎 黄毛心中不由暗想 难道说教授已经得手了吗 可这也未免太快了一些吧 等三人云里雾里地回到麻将馆后 却发现教授早已再次等待多时了 原来景福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改造黄毛 让她消除对女性的恐惧 并且身体会到所爱之人被夺取的危机感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往往都会发挥出无限的力量出来 这家伙给黄毛感动的是一塌糊涂 此情此景 长毛立马提议几人一起出去喝一杯 这时留在后面的甜汁突然喊住几个 你绝对想象不到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普通的烹饪教室 实际上却是相当于后宫般的存在 眼前一个个风云曼妙高贵典雅的美妇 竟全都属于这个平平无奇的中年大叔 一天前 通过景福的帮助 黄毛好不容易克服了对女性的恐惧 结果正当她准备大干一场时 景福却偏偏这个时候出差了 一边的甜汁也是吐槽到 自打与盒子小姐结束以后 她也再没能碰到过桃花 正在这时 一个叫夏美的排友走了过来 表示各位如果真的想找兵友的话 不妨去这个烹饪教室试试 据说这里的女人大多都是为了邂逅才加入的 听着夏美的描述 早已饥渴难耐的三人顿时眼睛发绿 隔天 他们就不约而同的在教室会合 入眼一幕皆是白花花的一片 这哪里是教室啊 简直是男人的天堂好不好 打过招呼后 三人立马就使出了景福教的领带法则 结果傻账了半天也不见有人鸟他们 这时之前班上唯一的男同学江川提议道 为了欢迎新同学的加入 大家要不一起来干一杯吧 听后 填制三人顿时想起景福教的另一个干杯法则 首先绝对不能主动上前碰杯 要故意远离女人堆 走到玻璃杯碰不到的位置 如果有女性特意走到跟前和你碰杯的 那么她就将是你兵友的仆玉 随后在景福教的各种法则下 三人很快就陆续找到了各自的预备兵友 然而沉浸在进展顺利喜悦中的他们 并没有注意到一边江川眼神中的笑容 接下来的几天 在江川刻意的引导下 田智和利七的关系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两人第一次外出约会 利七就凑上去主动向田智所吻 田智看着躺在身边的利七不由感慨到 不曾想这个平日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女子 论起兵来尽如此勇猛 虽说兵法之道稍显青涩 数次在她的破阵演练下溃不成兵 但这家伙却从不认输执拗无敌 可谓是屡败屡战 到了最后更是变得愈加娴熟于心 反手围攻对她展开了猛烈的功法 第二天 长到田头的田智再次向利七发起邀约 可发出的消息就如石沉大海般 正在她苦恼之时 突然收到了江川寄来的特殊礼物 如果你不想让我发出去的话 那就要乖乖地听话哦 不知所措想 她立马叫上好友来到麻将馆商量对策 一筹莫展之际 景福突然端着一盘海胆出现 表示这段发生的事情她已经知道了 那个叫江川的男人在圈内被称为毒丰料理 最擅长的伎俩就是让目标和自己的兵友论兵 然后再以此当作要挟去接近目标的欺负 听到这 慌了神的田智立马下跪 祈求景福无论如何也要帮她一把 正在这时 江川的电话突然打来 表示她已经通过下面 掌握了景福所有的兵友数据 如果不想让这些事情爆光的话 就在明天晚上八点来第三仓库见个面板 直到这时 众人才明白她真正的目标是教授 可两人间到底有什么仇什么怨了 让江川选择如此费尽周折对景福展开抱负 隔天刚刚见面 江川就不受控地朝着景福怒吼起来 而景福却表示这是双方都有意的事情 而且你母亲还是个未亡人 自己也是好心为妻排解孤独不是吗 说完这些 江川就掏出手机准备当面告诉景福妻子真相 结果打出的电话却是黄毛的 原来景福早就看穿了夏美的身份 凭借高超兵法将夏美拿下后 就索性将计就计选择了出差 眼看这次复仇已经无望 江川反而大笑了起来 表示自己不会放弃的 总有一天他会成为兵法界的君王 看着接近痴狂的江川 景福不慌不忙地拿起手机 江川夫人你听清楚了吧 你丈夫要成为兵法界的君王哦 故事的最后 江川回归了家庭 变成了幸福的居家好男人 从此世间在无独风料里人 而景福也选择了一段漫长的旅行 临走时他交给了田智三人一封信 表示如果还要选择找兵友的话 那就要随时做好可能失去家庭 工作钱财名誉等一切东西 而且还会搅乱他人的家庭和人生 如果没有做好担当这份觉悟 是没有资格选择找兵友的 看完这封信 三人都觉得自己是没有资格的 至此 整部剧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江湖路远 咱们友缘再见